十年前 我在这位教授的眼里 是个不及格的学生 那么今天 请允许我考您一下 教授先生 您知道嘴 和肛门的区别吗 同志们 肃静 从几何时 说谎不是一种劣行 而是一种工作 可想而知 一个人如果拼命多受 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 那他必定是已经做好了 干一切坏事的准备 傅斌怀着这样一种觉悟 从干校回到了海中报社 可是回来能做什么呢 他大脑一片空白 毕竟太经是本月 这张桌子的第三个主人了 社长作为傅斌的大学同学 跟我作为多年好友 告诫他 在这个非常时期 希望你能坐得住 坐得久 那么 如何才能坐得住 坐得久呢 很简单 凡事得过且过 不要太认真 傅斌怀怀了 刚一下就遇上这么一件事 他知道 也许 他大概 是坐不住的 这天回家 开门之前就听见 花瓶摔碎的声音 开门一看 女儿站在椅子上 手里拿一把雨伞 见妈妈过来 忙把雨伞避到身后 说花瓶是小老鼠打碎的 妈妈才不信 小小孩子就知道撒谎 中指眼就说瞎话 长大了还得了 女儿也许撒谎 也许没有撒谎 傅斌做不出判断 但他突然想到一个好玩的故事 从前那 有一个放羊的孩子 他觉得一个人在山上 放羊怪闷的 就在山顶大喊 狼来了 狼来了 在山下重击的 能民伯伯听见了喊声 急忙提着锄头 跑上山来 可是 山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狼 能民伯伯 都松击了下山去了 第二天 这孩子又在山顶上喊 狼来了 狼来了 于是 能民伯伯又提着锄头 拼命地跑上山来 可是 还是没有看见什么狼 后来 狼真的来了 那个放羊的孩子吓坏了 他拼命地大喊 狼来了 狼来了 可是 谁也没有再跑上山去 谁也不理这个 撒谎的孩子了 听完 女儿眼中闪过一丝愧疚 低下头 显得迫意沮丧 太太绝出生意 略来歉意地说 近来我不知怎么回事 脾气变得越来越坏 大概 我也是个放羊的孩子吧 这边训女儿 那边还得给学生读报 傅宾想安慰他 不知怎么安慰 只好逗他笑 笑一笑走没错 这时 楼下王大姐突然喊 傅记者 报社电话 就得赶紧去 停下停下 我找你们来 可不是为了给我拍照 你弄错了吧 主编同志 宋书记 市里来电话 请你去开会 知道了 我并不是批评你们 要永远把镜头对的基层 把胶片剩下来 留给群众吧 好了 我们认识了 宋书记给的通知 并非是要拍他 而是医学院今天下午 有场考试很重要 宋书记说 目前的斗争 需要这方面的报道 傅宾直觉宋书记 是个不一样的领导 中央不是号召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吗 大概是要从医学院开始 到了才发现 这场考试 不是教授考学生 而是学生考教授 考什么 考政治正确 考路线斗争 考阶级 考谎话 考玩笑 考耐心 总之 就是不考知识 谁能想到 这个在大厅扫地的老头 竟是从前的副院长 一级外科教授 谁又能想到 坐在考官位置上的 是十年前 被这位教授打了低分的 不及格学生 傅宾觉得胸闷 简直要喘破气来 刚推开窗 猛人发现 两辆大轿车开进来 再一细看 正是上午见过的宋书记 也不知怎么回事 考场气氛突然变得很奇怪 所有人都在焦头接耳 都在憋 都在看教授的笑话 傅宾不知道教授 有什么笑话好看 他只觉得恶心 胃里翻江倒海 不是滋味 请告诉我们 您的体温 教授 教授先生 是肛门表 肛门表 十年前 我在这位教授的眼里 是个不及格的学生 那么今天 请允许我考您一下 教授先生 您知道嘴 和肛门的区别吗 同志们 数计 傅宾一直在扎不出味儿来 所谓考试 不过是场下三滥的玩笑 好在宋书记及时出面 终止了这场无聊的闹剧 那么 问题来了 报道要怎么写 老头子已经被人推到井里 难不成还要踩两脚 吐口吐吗 社长说 只要记不得罪上面 同时让老头子少受点伤害就行了 说白了就是找个平衡 生存艺术 就是平衡艺术嘛 傅宾不干 走钢丝啊 那可要当心 说到走钢丝倒提醒了社长 晚上还有张杂技票 他本来就没打算去 正好让傅宾去学习学习 可是 精彩的杂技表演 高超的走钢丝艺术 并没有让傅宾摆脱烦恼 相反 傅宾倒从走钢丝的演员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害怕 更感到迷茫 看不清前方 思来想去 他决定去找新闻学院的老师 希望能得到某种启示 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 到了才发现 他并不是第一个来求助的 下午考试的那个老教授 已经喝完两杯 人刚走 老师写了几句鲁迅的话送给他 希望能给他郁闷的心神上 开个天窗 同样 面对傅宾的求助 老师也准备给他赌一顿 不过奇怪 老师自己不赌 用一种很不客气 很让人不舒服的方式 强迫师母赌 我梦见自己 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 预备作文 向老师请教理论的方法 男 老师从研究圈外 写射出眼光来 看着我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 何家高兴透顶了 满月的时候 爆出来给客人看 大概 自然是想得到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 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 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 这孩子将来是要做官的 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 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他于是得到大家一顿 合力的通打 说死的必然 说富贵的撒谎 但撒谎的得好报 说必然的糟打 那学生问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糟打 那么老师 我该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 诶 这孩子 你瞧 多么 哎呀 哈哈 哈哈 念到这儿 老师突然嚎啕大哭 富贵这才知道 老师得了精神病了 一会儿笑 一会儿哭 今天能跟他好好说话 已经算是不错 在大街上转悠一阵 被冷风吹的头疼 富贵转回家 脑子里仍旧是一团乱马 太太指他心里在想什么 劝他 这年头该随意些 太认真 不好活啊 富贵简直不敢相信 这句话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当年 他可是比富贵认真一千倍 有一次交摄影作业 富贵请他帮忙 拖一下孩子 现在孩子会游泳就行 做做样子嘛 他非电波帮忙 还说 如果我是你的老师啊 一定给那个不及格 怎么如今 富贵突然想通了 当时那样珍贵 不就是因为诚实吗 富贵决定了 他要找宋书记 当面跟他谈谈 宋书记说过 如果有问题 可以随时找他 谁知道 社长一个劲的劝 说千万 千万别找宋书记 为什么 因为人要保护自己 这只关乎生存尽忠 无关真实还是虚伪 再说了 虚伪也是人类的一种品质 所谓事实 不过是一块泥团 可以随意地让人捏来捏去 任何时代 任何情况 泥团都只能越捏越逼真 虚伪也只是暂时退却 一到名利和灾难 幸福和不幸中多人们的时候 虚伪又会占上风 历来如此 总是如此 富贵理解不了社长的话 他忽略了一点 他是新闻系 社长是历史系 历史从来无关重义还是邪恶 历史永远似是而非 历史只在乎输赢 历史是铁和血 就这样 富贵不听社长劝告 迟一去到宋书记 从侠斐路弄堂 到瑞金路花园小区 从扎北的楼梯房 到静安的电梯房 找了一处又一处 宋书记过去的邻居们 都一个回答 宋华堡上去了 做火箭上去了 领导在上面 富贵腿都跑断了 最后终于在红山路一栋别墅里 问到了宋书记的消息 他去胡锡弄场劳动了 富贵一刻不停 马上我胡锡弄场赶 快到的时候 怪事 封路还不给任何解释 富贵纳闷 身头仔细一瞧 一伙人在打猎 像宋书记 哦不 就是宋书记 好大一阵 宋书记打猎回来 换了身劳动状 您猜怎么着 旁边的秘书催他 说今天的两部片子是新的 从来没看过 要赶紧了 富贵越听越迷糊 一直到听见主编说 考教授的稿子明天就能上 他才断地 没来错地方 就在这时 打开眼界的事来了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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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们来 可不是为了给我拍照 同志们 你们弄错了吗 宋书记 市里打电话来 请你马上回去开会 知道了 我并不是批评你们 要永远把镜头 对准基层 把胶片省下来 留给群众嘛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那也是一模一样了 一样的场面 一样的调度 一样的流程 一样的套路 富贵恍然大悟 怪不得社长 一而再再而三的劝 而此时 主编也如上次一样 采访结束后 统一开会 统一口径 统一枪口 说什么 要坚决反对 右倾翻案封 今年年底 大反击就要全面铺开 当主编发表 这些陈词滥调的时候 宋书记 正急着去看 执政者的脚印 和一个女人的秘密 或许是抽了烟 熏着眼了 也或许是车不好 共和者 马路太滑 宋书记禁止 转上路边的百货大楼 伤势严重 要开刀 宋书记转迷糊了 很有迷糊的清醒 他不要革命小将开刀 点名老教授开刀 应该说 宋书记对客观规律 内心是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那么 也就是说 他不是非纯即坏 他不纯 他就是单纯的坏 富贵又一想 不能这么武断 说不定 宋书记经历生死后 人生官员发生了 180度大转变 即使如此 那考教授的报道 是不是得重新思考 两人马上向主编请示 谁知道 主编说按照原来的来 一个字都不准改 富贵不信 他非要亲自 当面跟宋书记谈谈 这一谈 开了眼界了 二郎神的天眼 都没这么开过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因为发生了这个不幸的偶然事件 就模糊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您的意思是说对教授 仍然要贫 我不能 以个人的恩怨 而放弃了路线斗争的原则 对教授 我们只是利用他一技之长 注意 仅仅是利用 这里 既不需要信任 也没有任何怜悯和同情 恍惚中 富贵又想起老师念了那个故事 他只觉得身体发软 飘飘然上了一辆大汽车 来到了宋书记家 一个宫店一样豪华的大宅 宋书记得了个儿子 抱出来给大家看 大概自然是想得到一点好兆头 一个人说 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 于是他得到一点好处 一个人说 这孩子将来是要做官的 于是他收费几句恭维 一个人说 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 于是他得到证人一顿合力通达 轮到富贵了 他不知道说什么 心里很慌 其实主编比他还慌 因为主编不知道他不知道要说什么 主编怕他知道他要说什么 于是主编把他拽出来 单独培训 等他把黑的说成白的 圆的说成方的 才给带进去 而此时 社长已然成了宋书记的狗 正狂飞着讨好 求骨头呢 富贵想打哈哈 想开口 画到嘴边的赌注 急得满身汗 不 他突然惊醒 他不要做狗 他是个人啊 一场噩梦将富贵拉回现实 他拿起笔 决定为理想奋斗 可以想象 这篇 谎言 是诗语新闻报道一旦发出 定会直接引爆海城市 人民群政会站出来 无数的无产阶级劳动者会站出来 人们走上街头 发出真实的声音 太太一把抢过去问 把我和女儿搭进去对吗 把这个小家叫得天翻地覆是吗 富贵一下子被击倒 双腿发软 他突然之间失去信心 刚才的那股子热血 凉了 他开始掉转枪口 将火力击挣在太太身上 说他是帮凶 说他是胆小鬼 说他撒谎精 还说 当初就不该结婚 不该有孩子 这些年过得都稀里糊涂 他的人生就这样被浪费掉了 说完了吧 既然你是个英雄 是个无比诚实的英雄 那就离过好了 英雄 为了求得自己心灵上的一点安静 标榜自己诚实 宁愿牺牲家庭 牺牲孩子 你算什么英雄啊 小人 自私自利的小人 你还有脸 听什么人民国家 也许 也许他说的是对的 可是 如今该怎么办呢 总不值一去装病吧 哎 思路打开 装病是个好办法 虽然是伪心的 但起码 不要写假文章去欺骗人民 去装病 为什么不可以呢 傅宾毕竟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没有经验 心慌得不得了 一番检查 毫无意外地 他被护士揭发 当场出仇 好在一个医生经过 看出他的苦恼 大发慈悲给开长病假单 这一下好了 无论如何 弄轻轻松松地玩上几天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生活就是遇到困难 解决困难嘛 正高兴呢 太太说 报社来电话了 说有新任务 就得马上去 报社门口被贴了很多大字报 都是攻击宋书记的 上面调查说 怀疑这些是外人 和报社内联合起来干的 傅宾哆哆嗦嗦 递过病假单 没来得及开口 就被社长的话堵住 宋书记点灭 我们俩都去 生病也得去 等待的时候 傅宾毕竟发现了 主编带给宋书记 看的人民来信摘抄 现在生活在海城市的人们 只要还有一点正常的判断力 就不再相信你们了 因为在你们的报纸上 善与恶 美与仇 真理与谬误 是完全颠倒的 这是为什么 周当复兵如饥似渴地 读着这些人民来信的时候 他不知道 宋书记和主编 正在里面密谈 其一 新华社根据国务院意见 发来的电讯稿 严厉批评的宋书记 不落实痴分子政策 宋书记当场拍板 扣下不当 其二 关于考教授的稿子和照片 明天一定要健保 这是对国务院那个大鱼的反击 其三 为了防止那个开刀的老教授 散布消息 宋书记已经派人 以医疗事故的名义 把他关了起来 其四 最近社会上 党内 反对的势力很大 要严方严控 顺头摸瓜 该抓就抓 该杀就杀 密谈结束 主编悠哉悠哉 将宋书记推出来 而此时 傅兵就完全沉浸在人民来信中 完全没意识到 危险在一步一步的靠近 野心 是一切虚伪和谎言的根源 制造谣公司的经理 宋阿宝和他的后台老板们 请记住 亲爱的先生们 总有一天 党会点燃 深藏在人民心中的怒火 烧死你们这些野心家的 这一天不会远吧 真是些勇敢的人 我们 为什么不能跟他们站在一起 我们 我们说的是谁 宋书记把手一指 社长差点没吓得当场尿出来 他忙把稿子拿出来 向他狗一样狂吠 讨好 他还说 傅兵的请假单可能是假的 哦不 他能百分之百地确定 傅兵的兵假单是假的 傅兵一愣 马上起身被厕所跑 他已经身陷泥泞 不能再害你个好心的医生 宋书记佩服他 很有点派头地说 英雄 请你解释解释吧 傅兵现在是完全放弃抵抗了 他说 我很苦恼 不能把自己变成一条狗 跟在你们身后狂吠 我也很苦恼 以肚子的真话不敢说 现在在海城市 谁说真话谁倒霉 谁信真理 谁就会感到压力和痛苦 甚至坐牢送命 我却向我的老师 请教一个记者立论的方法 他不能回答 可是现在我找到了 这些人民来信 是我看到了 就在这个城市 就在这个国家 到处都是众议的呼声 人民不赞成你们 党也不赞成你们 所以你们 必定是要垮台的 说出这些不容易 因为我知道 什么样的遭遇在等着我 宋书记笑 安慰说 这个你放心 对你这样敢讲真话的人 我们绝不会扣帽子打棍子 更不会抄家抓人 傅兵信了 回家一看 就差房顶没闲 傅兵要走了 这次去哪里还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 会比上次更远更久 就在这时 女儿坠了上来 非要跟爸爸说句话 我错了 所以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 而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盏灯点另一盏灯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小家如此 大家也同样 隔年十月 一生惊雷 将坐在工作宝座上的谎言推倒 重新戴回他烈心的帽子 傅兵回来了 比他想象的快得多 太太不敢相信 一个就来问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这真的是真的吗 注意 仅仅是利用 我要教授 让我说什么好呢 我要教授 我本来是不想说的 我要教授 是啊 世界上的事情 真是无期不有啊 我要教授 如果我们不是亲眼看见 那有谁会相信 我们下 cell读见